好了,到第18条,它就说alpha,7和beta是一个geometric sequence 叫我们找A part 好了,我们首先不要管A part是什么,我们先写了我们要知道的东西 geometric sequence就是下一个 term,随上一个 term,就是common ratio 所以7 over alpha,就会等于beta over 7 做了交叉双成之后,你就会得出alpha,beta,就会等于7 squared 那现在我们想要找lock7alpha,那我们怎么做呢?两边一起ticklock 那lock的一些properties,里面双成的,可以拆作两个双加 这边的指数可以搬上来的,然后lock77就会等于1,所以就等于2 那所以呢,lock7alpha就会等于2-lock7beta,那这个就是我们A part的答案 好了,到B part了,B part就说现在有三个数,是一个aferometric sequence 然后叫我们找一个common difference是多少 好,那不知道,那我们用上去的方法,看看可不可以做到 他们的common difference是一样,看看可不可以减化到一些东西 那我们试试减了,lock7beta,减lockbeta alpha 好了,那因为那个base不一样,所以我们做不到加减数的 那所以呢,我们首先呢,就把它做一个base conversion 好,如果不记得base conversion的,那可以看回这条式 那就是,lockab,就会等于什么呢,locknb overlockna,这样的 那这个就是base conversion的一条式,那我们继续下面了,那这里呢,刚才我们继续了,lock7alpha 是等于一些东西,那我们试试将它转换了它,转换了它 那呢,就会变成了,lock7beta,减两个,lock7beta,接着负负得正,接着加1 那这个就是我们继续的答案了 好了,接着我们试试将后面那两个又减一减,听什么事了 那,lockalphabeta,减,lock7beta,这样一样,因为那个base不一样,转换了它一样 那所以呢,就变成了,lock7beta over,lock7alpha,减回,lock7beta 好了,那我又是了,塞回刚才上面A part的答案下去帮忙,那就变成了,lock7beta over 2 2,减,lock7beta,减,lock7beta,就减,lock7beta,OK 好了,跟着呢,就做一个,嗯,怎么做呢,看下去,两个,不太一样哦 哦,那不如简单点了,通份母了,将它通份母 那呢,通份母就2-lock7beta,跟着呢,就会变成了,lock7beta,减,两个lock7beta,跟着就加,lock7beta,的square 那呢,减化完之后呢,就负的,lock7beta,跟着就加,lock7beta square over 2-lock7beta 那上面这个呢,都做一做它啦,就把它通完份母啦,通完份母之后再处理啦 那就通份母,拉回先,那呢,这个就变成了,square啦,这个就会多了,lock7beta啦 啊,不是,这个就没有lock7beta 这个就keep在2啦,然后这个呢,成了之后就是lock7beta,这样 好了,来自不太够哦,好,后面那板继续写啦 好了,那刚才那两个东西,我们把它做一个等于啦 做一个等于啦,那就会变成了做什么呢,lock7beta的square啦 那呢,减2,加lock7beta,跟着的份母是lock7beta 右手边呢,就是负的lock7beta啦,加lock7beta的square over 2-lock7beta 好了,跟着呢,好了,大爆啦,交叉双成,大爆交叉双成啦 那呢,逐个乘了,2乘lock7beta square,减4,加2个lock7beta 跟着呢,就减lock7beta三次,加2个lock7beta,再加lock7beta的二次方 好,那呢,就会等于什么呢,就会等于负的lock7beta的二次啦 加lock7beta的三次,OK 好了,那我们把所有东西搬到同一边啦,那就会得出了2啦,lock7beta的三次,减2啦,lock7beta的二次,减4 所以,lock7beta,加4,等于0 好了,那这个呢,就是factorization啦,做grouping啦,头两个和尾两个 那头两个呢,可以抽了2lock7beta的square出来 那然后呢,后面就剩下lock7beta啦,然后减1 后面呢,抽个负4出来,一样都是lock7beta,减1等于0 所以呢,就变成了2啦,lock7beta减1啦,然后就是lock7beta的square,减2,等于0 好了,那所以呢,lock7beta呢,就会等于1啦,2啦,和负2 OK 好了,那,是否三个答案都可以,三个答案都不行,还是怎样呢 那呢,我们看回前面啦,前面那里写呢,就 这个alpha和beta呢,都是大过1的,那所以呢 因为它大过1,那所以呢,这个会reject了啦 OK,因为它,看回这个图,嗯 这边是lock7beta,这边是beta,那这个位置是1啦,OK 那,如果要等于,等于负数的话,beta要是小过1的,但是因为beta是大过1,所以这个就reject了啦 好了,那所以呢,我们得出来呢,lock7beta呢,就可以... 啊,这里留了两个,我都看了,开方2 应该是开方2和开方2,OK 那,所以呢,它就可以等于1啦,或者开方2 好啦,那因为它如果等于1的话,如果等于1的话,那lock7alpha呢,就会等于2啦,减1,就是等于1 如果等于开方2的话呢,它就会等于2减开方2 咦,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啦,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,因为alpha和beta,alpha是小过alpha,所以alpha是小过beta的 那它们不可以一样,那所以这边这个呢,我们又reject了啦 所以我们只剩一组答案,就是这一组啦,OK 好了,那我们接着去计个common difference 好了,common difference 那呢,我们用回其中一个来做啦,lock7beta 就是beta-lock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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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ta,那就测试了解数下去了,alpha开方2,2减开方2,开方2 那做完通分母之后呢,你就做到答案1啦 谢谢大家